另外在东台湾 新建在台东山源海岸的美丽湾度假村 虽然已经盖得差不多了 但是却在今年1月 被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还评无效 环保团体认为按照这项判决 度假村已经变成违章建筑 应该要立刻拆除 不过台东县政府认为 只需要重新做还评就可以了 而且决定在明天就进行审查 而环保署今天表态 表示县政府相关单位的官员 应该要回避 已经接近完工的美丽湾度假村 环平在今年1月被最高法院撤销 目前仍处于停工状态 环保团体要求应该立即拆除 不过台东县政府决定周六重启环平 律师詹顺贵认为 之前环平被法院撤销的理由之一 就是县政府官员没有回避 所以案子不该再由台东县政府来审查 为什么台东县政府 跟这个业者直接要放在台东省 法院撤销环平的另一个理由 则是环说书缺乏完整生态调查资料 对此中研院研究员陈昭伦指出 新环说书中开发单位人必开珊瑚生态丰富的地区来调查 环保署表示美丽湾度假村还是登记为一般旅馆依法在地方政府审查 不过也表示县府高层应该回避 旅游处的督导的这个山长包括县长副县长或者是秘书长 如果他是委员的话他就必须要回避 还没审查就引爆争议 台东县环保局表示周六进行的环平依法审查 也会开放民众发言跟媒体拍摄 至于回避的问题 相关主管不必在审查中回避 只需要在表决的时候回避就好 记者林警官赖正元谢麒文台北报道